在江湖中快乐 在江湖中长旗 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湖青坛节目 我是胡一青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诚意杯的一盘旗 由我对唐忠哲 这是第三届诚意杯 决赛三番棋的第二局 诚意杯自创立以来 就深受业余棋手的重视 无论是他的奖金 还是他的比赛规格 都堪称首屈一指 比赛共有32名 本赛有32名棋手参赛 其中24个名额来自于预选 预选采用网络预选的方式 一般能吸引近千名棋手的参与 而另外8个名额 有4个是给晚报杯的前4名 而另外4个给唱阶层一杯的前4名 所以大家对于一个本赛的名额的争夺 就十分的激烈 而要打入到决赛 更是难中之战 所以在这盘比赛前 我和唐忠哲都非常重视 第一盘棋我直白中盘顺 应该说下的还比较顺利 而这盘棋是第二盘棋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实战 第二盘棋交换黑板 我的黑棋 因为唐忠哲平时也在上海 而且我本身也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双方知根知底 作为黑棋很难对他准备什么布局 因为他对我的棋实在太了解了 这个布局他也经常下 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黑布局 当时我们有一个叫清运维棋研究会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套布局 然后推广以后他们都喜欢下 所以我们就把这套布局称之为清运流 里面的变化大家都很熟悉 在决赛的时候 一方面想下一些自己熟悉的 另一方面对手也同样对你进行熟悉的话 也非常头疼 这棋怎么下 拖 这一代的变化很多 白棋又大飞挂的 黑棋小肩 白棋又碰一个 也有人这么下 随便黑棋搬 白棋敞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一般认为白棋可以满意 这样的话一般白棋可以满意 甚至白棋可以这先点一下 这下挡不挡的可以保留 也可以保留将人从这几 直接拆二 这样的话 白棋把黑棋全部打散了 作为白棋一方 大贴木的一方 肯定可以满意 但是白棋可以碰这个 白棋碰的时候黑棋可以搬这个 如果简单下成这样一个定式的话 我觉得黑棋还可以 黑棋后视方向 白棋大致也只能拆高二或跳起 黑棋大致补一个 这次我觉得黑棋还可以 因为脚上留有活脚 黑棋只要一小间 这局部就是活的 白棋挡 黑棋一小间 白棋立 黑棋作业 黑棋由于这部挤是先手 所以局部已经是活棋 同样白棋跳也不行 跳黑棋就冲 拐 站 黑棋一路立是绝对先手 白棋如果执意要杀黑棋的话 比如说搬了点 黑棋只要度过就可以了 这棋白棋无法挡下 所以局部黑棋留有活棋 总体来说 黑棋这块明显比这块要好 脚上的目处 棋和这里折半的话也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棋 黑棋可以接受 一般来说白棋面对这个局面 真子不利的情况下会先搬 黑棋打吃 黑棋走这个未必好 白棋打吃 黑棋如果断的话 白棋提 黑棋走 白棋再一顶 这次未必黑棋有多好 毕竟先给白棋提了花 所以黑棋在这个局部可以考虑转换 黑棋说加是关键之招 如果你打的话 白棋头就在黑棋前面了 这明显不能接受 白棋跑 黑棋走 把头抢过来 白棋切不可随手打吃 一打吃了把黑棋一打吃 结果这个白棋已经是万劫不复 因为跑真子提的话就被黑棋打死了 跑真子的话 真子正好黑棋有力 这瞬间这棋局就结束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白棋这个子是在高位的话 黑棋就不能跳这个 原因很简单 真子不利 这样的话是真不了白棋 真不了白棋的话 这个黑棋就相当的苍白了 所以白棋走这个 一斑 斩上 白棋打吃 黑棋在这 这大致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局面 也有不少实战 应该说也是一个大致两分 我感觉是我个人更喜欢一下黑棋 所以实际上唐中哲选择这个下法 斑 就是白棋碰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招法 但大变化和刚才大同小异 但刚才的话七丸子黑棋可以正 而在这个局面下如果只能断的话 那无疑这样更便宜一点 但黑棋有可能会搬这个 搬上面 而上面的话白棋粘的话 黑棋这里多一个头 比刚才这样要好一点 应该说也是有利有弊 招法不同 对这里的选择就不同 当然如果白棋最简单的走这个 黑棋拆个二 这个应该说是黑棋比较满意 黑棋这个小木跟这个拆二容易能形成一个呼应 在前几次节目中 我们也介绍过李戴春特别喜欢一下这个构造 白棋在挂黑棋尖底了一飞 然后下春各种各样的变化 首先白棋这个碰 还有拆二还有拆三都有这一点下反 我知道韩国人特别和韩国人一些实战 韩国人特别跟我喜欢下这个 他先高挂在这里 我拖 白棋扳 一起长 白棋高挂 他们特别喜欢给我下这一套布局 下了好多盘 现在白棋粘 白棋再拆一个 韩国区说我就记得 他们下白棋粘特别喜欢下这个 黑棋肩 白棋扳 尖充是一个凑布调的一手 然后再加 这比单价要便宜 这也大致行成一个两分的格局 所有他们分割一下 黑棋在小间 应该说这样比较容易形成一盘细气的格局 可能是韩国的一些棋手比较喜欢的 这些变化 唐忠哲肯定是了然于凶吧 对这些变化应该是非常熟知了 所以他肯定会选择一个对他特别有利的 就制定了他的战术 唐忠哲的一个技术特点是他的力量比较大 他中盘战斗能力比较强 计算准 随后随着他的后面的一个棋力的提高吧 他本身在道场里应该也是最优秀的 没有地上断以后 成为业余棋手以后 他对那个棋以后更有了很大的进步 以前的棋特别猛 而现在的棋又加了柔和的因素 是非常全面的一名棋手 在13年开始 他的实力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 应该说已经是中国最强的几名业余棋手之一 实际排站完一间加 这个套路是唐忠哲实际选择这样一个套路 他肯定对这里觉得这个变化 他最有把握 首先我们来看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黑池J33 那白驰走这个 几乎是必然下成这样 比如黑驰再高挂一个 白驰跳一下 这个变化不是说不能下 黑驰不能下 但作为下白驰以防能下成这样 肯定是他的构思 作为白驰白驰就是希望想下成这样 而作为黑驰来讲 要想办法避免进入白驰的预料图 有点不太可 因为这个白驰的配置非常好 这开拆这里正要顺势把针子补了 配合非常好 所以黑驰跳起是选择作战的一个下法 接下去的变化 尽管十分的复杂 但大家都在这里做过相当的研究 尤其在当时特别流行这个 白驰尖三三是必然的 有的时候如果走这个呢 未免太软了 黑驰一尖三三 黑驰拿两个脚 这个肯定是满意的 尖三三是最狠 所以黑驰必然是打入 尖冲这个 就严厉性不足 首先白驰还有很有可能 冲到了找你战斗 即使爬过的话 这黑驰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自豪的 黑驰骑行也不好 但关键白驰肯定会冲断 这个战斗黑驰太危险 白驰有这里后卫做背景的话 这个战斗太危险 如果简单地往天上走一走的话 那这个太满意了 跟刚才这个图的比较 就是黑驰往这放了一个 被白驰抢占双方根据地 且实地墓数特别大的小间 这小间本人价值就在20亩以上 然后在黑驰走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 那显然不行 黑驰一定要打入形成战斗 首先要排除的是白驰骑不跳 白驰骑不跳 我一直认为是不太好的一手 黑驰可以跟着跳 白驰大致也继续跳 就黑驰再拖过 这样形成一个转换 黑驰技术多花一手棋 把它走成这样的话 这白驰也相当的苍白 白驰尽管把这个子割下来了 当然这三个子 面临的黑驰这后位的夹击 显然不能满意 而且黑驰这里的实地也很舒服 这大致如果个地方拿掉 这个黑驰肯定废了 废子 这样 就基本上是形成这样 随后就双方这样出头 但黑驰这样的话局部弹 但黑驰这个废了一下 白驰这里多亏了一手 黑驰这个子如果拿掉的话 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应该说是 黑的还可以 所以从这个首歌的角度来看 应该说是黑驰可以满意 白驰不能走这个 跳的话 我觉得被一跳的话 你组度像这种驰板也下不出手 先亏太多了 先把黑驰撞后了 黑驰有可能拆个一 也有可能就黑驰就拆个一吧 然后你顶这个肯定也不太是驰 基本上就会下成这样 不肩过的话 如果走到外面 黑驰马上顶补 那这个白驰太无聊了 这个骑形 所以一般来说白驰一个是选择尖这边 不让你渡过 把这个跳的话 就是拖的一个渡过 先把这个渡过给防了 但这样的话 我一般认为是黑驰 我觉得黑驰可占 白驰一震的话 这没有吃住黑驰 黑驰可以抢先走这个 这黑驰本身目数就比白驰大 况且这里还有留有余味 白驰还不知道怎么补 补这个的话 这里还有靠出的余味 像这里的骚扰都有 黑驰比如说这一个 这明显是黑驰比白驰更大 如果跳的话 黑驰这里感觉随便活 活起来并不困难 所以尖也不好 最严厉的是尖这个 沾这个 然后一跳 这个什么意思呢 引诱黑驰来冲断 冲断的话 白驰不会往这炒 也不会硬打 而是冷冷一退 黑驰打吃 白驰就吃了一提 随后大致在这补一个之类的 这样的话 尽管黑驰吃了一个 白驰子十分厚实 但白驰在这里 通过这个凑步调 走到这两手以后 把这一封 能把这个 这块扣全部吃下来的话 白驰效率还是很高的 所以黑驰简单冲的话 感觉有些无谋 一个办法是跳这个 跳这个就形成大乱战 白驰只按 黑驰再贴出来 就成为这一二三四块驰对跑 这个是非常的复杂 这对跑 这就是完全看力量 另外一招 黑驰是靠这个 靠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手 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这驰 初一看 觉得是摆错了 实际上有它很强的思想性 白驰如果走这个的话 无疑就上当了 黑驰再冲断 白驰还是不能勉强 只能退 那这就对白驰多跑了一个 这多跑了一个 在这个局部下 至少亏了实木器以上 那这里的一个得势判断 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就是完全不行 白驰完全不行 如果退的话 黑驰就压过来 就把头给搬过去 更令黑驰自豪的时候 黑驰将来还有挤过的手段 所以这个白驰也不能软 白驰一般会周旋 靠这个 黑驰挡下 白驰走这个 所以黑驰在逼这个 这也是形成了一个脚上的定势 包括之前 我记得我和那个唐中哲 连这样的实战都下过 然后实战 因为当时这驰觉得 下到这样的为止的时候 唐中哲对这个布局 我想必他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吧 在对局的时候 也心血来潮 想做一个变化 走一个新手 实际上是加了这个 想先看白驰走哪 当时意图是白驰走这个 黑驰跳 白驰如果把这个吃了 黑驰尖 这个图我认为是黑驰不错 因为刚才我们讲 这样的话 肯定是 黑驰可以满意 但实际上就等于 是白驰这样的一个图 和这个图的比较 其实我觉得未必是那个好 这个看上去 白驰吃 多吃了一路 但实际上黑驰留有各种鱼味 比如拖啊 比如飞啊 有各种 甚至靠出啊 有各种各样的鱼味 我觉得这个黑驰并不亏 所以 预想做走成这样 如果他想回过头尖的话 那我跳出 这无意就上道了 有一定的思想性 而且靠住的话 我应该不怕 我顶了扳过 这次我觉得方向还可以 尽管白驰这里也有后卫 但我觉得黑驰的方向还可以 所以 当时这个打入的时候 一方面想来个出气不易 另外一方面想看看白驰走哪 实际上白驰下得很好 唐中生这一小间 却是更有思想性的一手气 如果黑驰尖的话 白驰盖住 那这个打入的话 多少有点无聊 黑驰估计只能跑 跑 由于白驰这个特别厚 白驰也不距 就跟着跑的话 这里的厚式对作战 肯定是有利的 而黑驰作战的时候 黑驰先去拿两个脚的实地 从理论上讲 做哪种会要吃亏一点 实际上硬跑 其实这骑白驰只要小尖的话 就可以还原 黑驰只能长 但唐中泽显然想更追求 更好的一个下法 搬这个 这时黑驰就比较纠结了 黑驰这骑 发现突然这骑不太好下 黑驰如果搬的话 白驰肯定咔嚓一段 就显得黑驰这个战斗 马上站不动了 这骑行太差了 实际上没办法 硬着头皮断 明知道这骑不太好 也只能这么下了 白驰打吃 黑驰长 白驰长 贴 黑驰这时又陷入一个 两难的境地 如果长这个的话 白驰就长 黑驰将来这个特别痛苦 黑驰尖的话 白驰留有靠的手段 黑驰如果走这个 白驰就断 一沾 将来白驰这一旦全是先手 白驰有个弃子的手法 当然白驰不用马上下 但这个都是白驰的权利 这样的话 这个子的活动空间 已经是非常非常小了 这个图 黑驰不太行 黑驰估计只能加 加的话 白驰这一个小尖斗是先手 将来挤了一沾 这局部是不活的 所以实战纠结再三 打吃这个 白驰长 黑驰走这个 白驰一管 这个骑行 当时还有一个误算 当时我觉得黑驰可以走这个蛙 白驰打吃这个 黑驰走这个 我想通过一个弃子 然后来追求点机会 但实际上发现根本就是误算 黑驰打吃这个时候 白驰能吃在外边 黑驰被争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思维的盲点 随后实际上下到这个时候 发现了 只能觉得走这样 走这样 白驰搬 黑只能管 白驰走这个 黑驰一走 瞎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得势一目了然 黑驰脚上的这十地 是不到 大概就八九目起 不到十目起 而这个子 现在白驰估计就马上补一个 就马上自补一个 黑驰这里的目数 跟白驰这里的目数差不多 黑驰这十目起 而白驰这里 这两个子抵消 白驰这里 比黑驰这里 我觉得是不止好十目起 黑驰这起 由于被这个起也紧住了 这三个子 几乎是动弹不特 黑驰只要跳的话 白驰跟着走一走 都不止十目起 而且黑驰还是白驰的攻击对象 所以下到这个图的话 可以得出结论是 黑驰这个新手不成功 黑驰打入这个新手不成功 白驰尖是一手好驰 黑驰还是应该按照 原来实战跳一个 可能由于第一盘驰 获胜了以后吧 所以第二盘驰心态比较放松 想做一些尝试 尽管是最高级别的 一个业余大赛的一个决赛吧 想做一些尝试 但实际上从尝试的结果来看 并不好 还是应该原扑扑扑的跳一个 下完这个局部以后 非但这个目数上有所损失 关键时间方面 这里也耗费了很多 一般来说我下期应该算还是比较快的 但如果在这个局部 我记得当时用了很多时间 尤其纠结这个场合打吃 所以说这个新手还是吃亏了不少 谈到这里 我们正好可以谈一下一个 业余比赛的一些规则方面吧 像陈毅悲驰这个规则就非常有趣 它是每方一小时25分 然后有五分钟的那个法点时间 什么叫做法点时间呢 就一小时25分是自由时间 大家随便可以用 但你要用这五分钟的话 可以不超时 但你要用两幕棋来换 就你要用到就第一小时26分的时候 就要用两幕棋来换了 当你把这个五分钟的 你的救命的时间用完的时候 那就要判超时赋 在可能前些年吧 前十年的业余比赛 大多都采用包干制度 比如晚报杯是一个小时 三十分九十分钟包干 黄河杯也九十分钟包干 而那个商旅杯就是六十分钟包干 还有的比赛是七十五分钟包干 都有 但最多的也就是九十分钟包干了 而这些年由于一些 就是科技的提高吧 其中的一些普及 有独秒其中的普及 现在大家很多比赛都喜欢 有一个十秒钟的独秒 比如晚报杯 现在是一小时二十五分 十秒独秒 而黄河杯还是包干 其他的一些全国大赛 有独秒的也有包干的 我觉得这个用时制度的 一个改革还是很好的 如果千篇一类包干 就是大家后半半 会显得时间特别紧 有一个独秒的话 尽管 就到独十秒来的话 肯定还是时间非常紧张 但如果实际上的话 就至少是不会有 这种超失败的这种危险吧 而如果用包干制的话 当时都会产生很多故事 比如说有的 骑手下得特别快的 最后一秒可以下七步 平均每秒可以下七步 不走秒 像这种都是匪夷所思的一些故事 然后在独秒的包干制中 都会发生 像有的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我对一个小骑手吧 现在也是职业高手了 我对他小骑手说 下到中盘的时候 他只剩最后一分钟了 然后我那骑我确实 我盘面我估计二三十目了 优势也特别大 所以我还要将近一个小时 然后他最后一分钟 非但把后半盘全部下完 而且收得滴水不漏 我还亏了点 最后也就盘面十三目 所以可见这些 尤其是小骑手 在平时这种到场的训练 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特别特别厉害 还有我们后面几期会介绍赵妍 他也是那种 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绝对高手 所以这些时间 大家不能看 我们可能有些骑友 一看比赛的时候 为骑手也感到担心 一看他时间 只剩最后三四分钟了 一看还有那么多骑没下 这时间来得及吗 肯定来得及 一般来说 这些骑手 我觉得两分钟就能下位盘棋 而且质量是还可以的 总之我觉得 这个时间啊 其实跟骑跟木树 都是有关系的 各种各样的制度下 骑手采用的战术 可能是不同的 好 我们回过头来 继续看这盘棋 像这个时候 应该说黑棋布局是失败的 我们刚才也分析了 失败的原因 那现在这个局面 如果黑棋直接跑这块棋的话 无疑多少有些苍白了 黑棋走白只就更着硬 你还要跑吧 你不跑这棋还要北攻 将来随便点一下一阵 还是苦的不能行 再跑的话 白再收一个 这棋黑棋就完全下不动了 实际上我考虑再三 只能先把这个三个 暂时放一放 高挂 白棋 两件高加 黑棋这棋肯定要想办法打入 要利用这三个子 这三个子 这时我已经想弃了 如果不弃的话 这跑得太重 但弃的话 像这里带的手段 余味就没有了 真的是非常纠结和痛苦 所以这盘棋一开始用时 对于我来说 应该说是相当多的一盘棋 走 这时白棋下得很机敏 一开始我以为 以唐忠哲这个力量性的棋风的话 他肯定会跟我这站 黑棋这里要连的话 其实是有点痛苦的 黑棋如果走 白棋在这一穿 但实际上他选择了一个机敏 他因为看我这两个没有交换掉 我如果交换的话 他肯定跟我站斗 因为也中了 没有想到他就一震 他因为觉得这骑形式已经是优势了 再一拖 下得很简明 退 就把木树 小接 这是黑棋的权利 白棋如果在这段或者斑的话 黑棋在这一反击 这有白棋有点苦 白棋保证联络 黑棋一立 白充实权力 黑棋如果走的话 白棋这一加很舒服 黑棋看到这个小监视先手 实际上就退了一个 这个局部下完应该说是 局部肯定是黑棋便宜了 这个打入以后 能把这个子给直接给吃了的话 局部应该是黑棋便宜了 但从全局来讲 白棋无疑简化了局面 依然是白棋又是比较明显的一盘棋 走一个消除这里的隐患 黑棋把这个小剪掉 这一看这空已经有点大了 实际上削了一个 其实如果从现在我的角度 白棋跳在这 我实际上削了一个 如果现在角度下 我肯定会先手一个角 如果让我现在下的话 中间看它围 怎么围了 我再想办法进去 实际上这削 其实没削掉多少木 但是被白棋更掌握了主动权 白棋说 先把这三个吃住 这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作为黑棋来讲 只能先留点味道 这几下交换 我是觉得真的不一定便宜 消费 所以说到大赛的决赛 大赛决赛我的一个经验 是棋比较容易下得过于紧 放得不够开 像这部掉 我觉得黑棋如果平时下的话 我是非得可能性大 后面一部棋我也比较后悔 我实际上跑了一个 但如果让我现在下的话 我肯定会走这个 先掉这个 吃白棋应手 白棋如果这个值一吃的话 那太小了 黑棋将来还留了一个这个跑 甚至黑棋再往这扔一个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 一个下棋的方法吧 实际上我硬跑的话 把自己都下重了 另外一个 白棋如果白棋要下的话 白棋我估计这次还是要反正 那这样的话 黑棋比如再走这个 或者再跳这个 这样黑棋可以清零很多 实际上这个下得过于生硬 首先白棋本身这个尖的价值就不小 但黑棋实际上走这个 主要是看到黑棋将来有这个手段 黑棋又将来扳了分段的一个手段 再跑这个吧 白棋一尖 这棋 黑棋尽管下得很 很凶这棋 但实际上白棋这一沾了后 首先黑棋非常苦 其次白棋外面收获很大 而黑棋得到只是将来连回这三个子的可能性 多少有些苦 小棋 其实黑白棋基本的木树都还在 白棋把基本木树给围住 这个角的实力也不小 黑白棋 好手 它如果直接攻的话 黑棋尤其有这个长了弃子的一个手段 攻未必能又取得太好的效果 所以它先往远远走 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地方 实际上黑棋实在不敢再拼了 再往这一拼的话 这个白棋顾计真的要动杀心了 因为你这个下方 白棋随时可以接了防掉 它主要现在不肯不舍得做这个交换 而且黑棋即使这么走的话 黑棋也有隐患 走成这样的话 白棋这一小间 黑棋自身的旗形也是有远远远患的 白棋比如说走这个 在一小间 黑棋自身的形状也是存在着问题 所以这一招也不能轻易损 这只能用救命的时候用 实际上黑棋先动 因为一旦真的被白棋如果要动杀心的话 这些肯定都走不着了 把白棋这里压过一下 想保证联络 所以白棋在挡 白棋一跳 如果这时我觉得实际上我这首棋 多多少少有些缓 可能当然觉得这个已经不太好处理 这棋我觉得黑棋还是要争胜负爬一个 白棋走这个 黑就跟着下 白棋可以灵活 我黑棋同样也可以灵活 我就这棋跑 当然觉得这棋太苦 白棋走这个黑棋大致只能把这个两个先散是不要 硬扛的话这个木树亏得太多 走这个浪袖跑 可能这样真身的机会再多一点 而实际上这部棋过于持重 本手 但在这个形势不利的情况下 这个本手肯定是有些问题 而这一首棋我觉得是过于一厢情愿 这是显然这里的木树显然比这里要大多了 我这次肯定应该再继续贴长 再飞 这样尽管形势稍稍落后 但落后的并不多 这一走的话实际上被白棋就拉开了 白棋尖顶 这个黑棋不能容忍再被斑打进去 打进去的话这个撑不住 然后白棋再一碰 这下得非常好 一小剑 这基本上已经渐渐掌握了主动权 白棋掌握了局面的绝对主动权 黑棋斑瞻要紧 如果再被白棋扳瞻掀手的话 黑棋已经是受不了了 白棋再自补一个 这是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形式 白棋全聚其实看上去木数不多 但其实也不少 这一算黑棋打持着粘住的话 把9 107 14 这块20木没有问题 这块10木肯定要强 30 然后这里加一块 这里5木肯定没有问题 35 然后这一代的潜力 我觉得白棋点15木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50木以上 黑棋这个13木 这个几了 14 27 35 黑棋最多这棋也就50木了 首先这个黑棋贴幕就没有非常的困难 而且白棋在外面紫特别多 所以这个时候局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严峻了 这再不走的话 白棋围一个 这棋 这绝对不止15木了 快30木 而且这里我们都没点 当时下棋的时候觉得这棋还有机会 但实际上 回过头来想的话 这棋已经是输不少了 走这个的话 黑棋要防挖断 这个肯定要防尖断 想了一个苦陋技走这个 白棋这棋不能落后手 如果一旦落后手的话 被黑棋这一立的话 这棋又复杂了 白棋实在吃了抢抢的先手 所以黑棋跑 黑棋特别想跑 按照 但这时跑也不成立 白棋一沾 一走 由于白棋周围的子太多 黑棋不成立 黑棋想了半天只能跳一个 白棋提 依然保持着非常明显的优势 所以黑棋只能把这下出来 一方面给你这制造点余味 另外一方面也威胁着这块白棋 想法是很好 但是它白棋冷冷一叮 木树差距进一步被拉打 黑棋就对这个也被它逆收了 所以更令黑棋困惑的是 白棋这里一旦一厚的话 还有挤的一个手法 挤完黑棋沾白棋挖了打结 这个手段不得不放 因为这个结黑棋非常重 结白棋可以提到这 结一提完提到这 黑整块子都是不活的 如果挤是先手 这个走白棋立还是先手 这个黑棋确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一挡 白棋这时下得特别悠闲 就把这个给立了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手 黑棋肯定没法再硬了 再硬的话 这其实如果在这白棋再一挤 黑棋实在太痛苦了 直接继续点 黑棋先说在这挖一下 这黑棋全 白棋别上当 白棋一打湿的话 这黑棋就来劲了 出了一个无忧节 首先黑棋这里的思路 是想办法高效率把这个补掉 点 这是白棋就忍耐 这之前白棋点过一下 就忍耐 黑棋看实在没办法 只能补齐 这再不补的话 这个无忧节太严厉了 白棋这时就再简单一跳 实在黑棋冲的时候 这盘棋应该说 白棋下得非常的好 白棋这棋前大飞了一下 唐中者这盘棋的状态非常 这一挤又是实际 这挤让我非常非常难受 如果黑棋 就是搬已经搬不着了 搬的话 白棋吃了一打 黑棋全滅 这块棋全灭 一扑 这个是黑棋实在受不了 那如果这个沾上的话 这被白白挤到一下 那差太多了 实际上硬着头皮 把这个眼味给破了 一方面希望白棋补回去 但白棋这部点 又是绝妙的好手 黑棋走这个 白棋要打支 再走这个 黑棋提 白棋扑 这局部形成了一个结 而且是个紧结 黑棋如果沾上 白棋贴着跟你打 这个图 如果白白出现一个生死结的话 那肯定不行 实际上没办法 只能继续亏点木沾上 来走这个 而且打吃 结果它挤的时候 我看到了这些变化 但也已经没有办法 但我之前又不可能把这个搬粘 因为这将来还留点余味 这一代白棋应该说 又便宜了一两木漆以后 在搬住这个时候 白棋应该说是已经明显的优势 这之前点了一下 黑棋拱 这只黑棋就拱掉点白棋木树 其实下到这个时候 大家时间已经比较紧 双方 加上那个法典时间 估计都在十分钟以内了 当时其实判断形式 判断的不好 判断我判断下来 这形式不好 而唐忠哲这时候还一直在摇头 因为我对他了解 他摇头肯定是他形式不错 应该是在为对手摇头 所以我这时基本上已经抱着要拼搏的一个态度了 把这个收了 这时看上去局面已经没有任何波澜 但实际上 后面发生了 这盘棋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应该说这盘棋是我下过的 比较关键棋里面 最匪夷所思 最神奇的一盘棋 下完棋以后 这盘棋以后 很多旗友都对这盘棋津津乐道 如果光看现在这个局面 显然无法想象 所有的故事都在后面发生 沾 这是黑球托 黑球粘了一下 先把这粘一下 由于后面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我们先把这里 这些棺子我们先简单地过一下 这棺子大致相当 这时我相信唐冲哲已经觉得 下第三盘决胜局的可能性 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 当时其实我心里也做好了这个准备 但肯定这盘棋还是想拼一下 这个局面下到这个的时候 大家可以把这个局面再记一下 和最后我们可以进行个对比 黑区提 走这个 应该说波折从下面一手开始 因为当时我觉得这棺 贴木贴木处境是称B的 盘面黑区最多好一两目 所以我想这个看 其实这个节应该说是极其的勉强 再打只 就想便宜一点目 这棺就算白区粘了走 这个黑区也就便宜了三分之一目 拌 大区 可以充也有点问题 肯定应该先充这个 充这个也有点随手 白白浪费了一枚节才 当时时间有点紧 所以这棺已经是下得有点问题 白起 这是黑区眼界 如果走这样的话 肯定不够了 打上去 这个一开始就 这个 唐忠泽也忍无可忍 这个节因为黑区其实明显打不过白起 打吃 这就形成了一个节针 白起提 这个节的节针 黑区打赢的话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七目棋 白起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节大概有十三目左右的价值 黑起其实这个节应该是绝对打不赢 白起是无忧节 黑起这里什么提啊 什么冲啊扑啊 都是节 所以我一看这节可能打不就 只能挑他看不清的下 粘上这个 然后下到这个时候 唐忠泽的形象这也没法印了 这一印节越来越多 而且这起眼界 黑起就杀不过 把这节消了 现在拿到了十三目棋 黑起走 扑 这其实白起就拐着收的话 黑起基本上已经是不太行 所以他走这个 这是追求木树的一个下法 局部都下的没有任何问题 这应该下的时候非常精确 这局部是一个缓三起 而且还存在一个怪节 黑起挤 白起这次就不用 是任何波则走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转换其实白起一点都没亏 白起又能收了一个十三目 黑起这里吃大概七八目 然后里面让他补了两三目棋 所以黑起可以抢到这个 应该说大致得势相当 只要他为了追求这两目棋 一定要把这个黑起给打回去 提 然后各种各样的故事不断产生 白起管 这个黑起节现在没有勇气去开 开的话就没有任何收木的可能性了 实际上只能先把木树撑住 然后又多出无数枚节才 白起提 黑起打赤 我黑心 白起先提了一下 他这下得很细腻 他担心我先打 把这个当做双鲜节才 如果再走这个时候 这我估计打不着了 这个打如果他再粘的话 那太夸张 这节就成紧节了 只能找这枚节 如果打赤他提掉的话 黑起就已经不够了 提 其实这白起非常地好下 打赤这个 这样 这其实黑起要打赢这个节的话 需要一手 两手 三手 三手以后才是一个紧节 就缓三期节 黑起只能找 现在因为木树其实并没有了 黑起毕竟也收了一个关子 里面补了一个白起却得十三目 其实白起只要找黑起找稍微小一点节 白起就能把这个节给消了 白起应该继续在找稍微小一点 白起充了一下 黑起挡 这都是特别舒服的节材 再被冲进去的话 这都是节 里面这也是节 只能挡 这时黑起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这个时候这一段就四目起 黑起咬咬牙把这个给打吃了 白起提 黑起再把这个收了 其实这旗白起正常只要把节削了 应该也是赢了 不用再去断了 断这旗是本身没有问题 他觉得这里又多了好多节材 但实际上这旗应该说更乱了 可以走这个 白起也是节材 这节应该打得非常多 黑起管 白起 哦 这旗白起好像生 白起它挤完了直接收这个了 他觉得这个收住的话 这是黑起节打不过 这旗没有必要 还是应该开节 黑起实际上提了这个 提的时候白起先提一下节 这提过一下 黑起吃到这 然后白起提一下节 黑起在找挖的节 这旗开始有点稍微有点乱了 黑起在这提节 这白起这里一手 其实实在太夸张 白起一扑 他当时以为这位是节 但实际上黑起一提 黑起就把这个节给收紧 这彻底的乱了 白起提节 黑起沾 白起先把这个消了 黑起再把这个节提回来 这个已经是彻底的天下大乱了 这是该白起提 白起提这个 可以提这个 随后白起把这个收了 只能找这个天下大节 应该说这一代的转换 由于白起这一下特别不简明 形成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转换 白起把这里1234度1015162122 这样吃了黑起60多木齐 然后这里也收紧 而黑起把这里形成了一个天下大节 然后故事还没有结束 这次还要继续打下去 然后这个作为黑起来说 黑起只能提节 这个只能万节不应了 白起扑 黑起这个如果再应的话 无论黑起走哪个白起都不会应 肯定是把这个节提过来 黑起实战咬咬牙 只能先把这个提了 这一下子提了 这个节的价值真的是 我们可以来点一下 这吃了10 15 16 32亩 然后42 52 62 67 再加上黑起破的 这个节的价值大概应该在100多木左右 但其实白起再一尝 黑起一跳 白起这时下了一步 由于大家这时大概最后都在一分钟左右了 一分多一点 然后他想当然爬了一个 他感觉 当时唐中哲徐后说 他感觉这里走不够了 被吃了以后 他对这个 就最后这个过于追求的这一手 十分的后悔 其实这个时候白起只要提的话 是白起这是赢的最多的一个局面 白起吃的比黑起还要多 吃了50 光子是50 11 12 16 17 18 12 27 26 31 33 光子就70亩 就77 80 也吃了将近黑起到100来亩起 其实这样一个转换 而且把黑起角控也变小了 这个时候应该说是唐中哲 白起赢得最最多 这样白起盘面都要好 实际上白起 他这个时候想到了 他觉得走这个 黑起已经没有绝材 但实际上黑起又 顽强地走了这个 这之前打结的时候 这一下挖掉了 很早的时候挖掉了 他走了这个 然后黑起一走这个 这局面又乱了 白起提 黑起找这个结 白起走 白起扑 黑起提结的时候 白起发现 这些痛苦的诗来了 全盘没有结材 找不到结材 这一下子就炒货了 然后白起扳这个 只能找这样的一个结材 黑起打吃 白起提 黑起钉 白起把这个沾上 又形成了一个杀器 黑起断 白起打吃 黑起沾 白起完全收住 黑起冷静吧 先把这个走 所以我走这个 尽管局部还是打结 但现在问题是 依然没有结 黑起走这个 走这个 最最最夸张是实战白起收了一个这个 这个白起应该走这个的话 依然将是白起赢半目的局面 实战白起走了这个 这里白亏了一目 这是因为这个白亏了一目以后 黑起走了这个 白起挡住 最后黑起这个盘起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侥幸的赢了一点 回顾整盘起 我们在可能在150手之前 就在这个打结的时候 这里全是白起的实控 而这一条全是黑起的实地 而经过了这个结针 从一个局部的 就像一个蝴蝶效应一样 在这里一个打结 这样形成了黑起把上面全部吃了 而白起把这里黑起 全部吃了一个巨大转换 这不得不感叹围棋的魅力吧 应该说这盘 让大家来想的话 也不可能再丰富的想象力 也想象不到这样 各合胖最后这盘起 也就是黑起盘面八目 赢了半目 总观全局 应该说这盘起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吧 在这里也只能感叹围棋的一个魅力 下完棋以后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 就像唐中哲一开始说 这次不用输了吧 然后后面想一想 要不数一下吧 看看输多少 本来他说我这次应该赢了吧 我说本来肯定赢了 这打结钱肯定赢了 现在怎么样 他说现在我肯定输飞了 结果数下来才是发现黑起赢了一点 当然这只有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才会发生 如果时间充裕点 我想就不会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了 在此也不得不感慨 这个围棋的魅力吧 围棋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游戏 大家在下棋的时候 尽管是这盘这么一盘关键棋 我和唐中人下完以后 我们中午一块吃饭的时候 都一直在感叹 这围棋真的太神奇了 像在中局的时候 原本已经是波澜不惊的棋局 一下子突然发现 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感觉进行了一个 三百目的一个大转换 而且几次打结 打结的过程中也 毫无必然性 然后确实最后 确实最小的一个差距 一点的这个差距 来结束了这盘棋局 真的说是 人算不如天算吧 总的来说 这盘棋可能 从对局质量来讲 可能不是一盘特别好的棋 尤其唐中哲在关子阶段 发现这么多错误 而且我赢的 确实也赢得非常侥幸 然后记者 我在做围棋天地的时候 这盘棋的标题 就是九死一生 就在最后打结之后 白棋全盘 一共有九字机会可以获胜 真的堪称九死一生的一局 引起没有什么可以值得 惊喜的吧 像这么引一盘棋 但如果从围棋魅力 如果从有趣的角度讲 这盘棋绝对对我来说 是非常难忘的一局 很多棋手 很多棋友 经常会跟我讨论这盘棋 说这盘棋实在是 他们见过的 最最夸张的棋局之一 但真的就在这么 全国业余最高级别大赛中发生了 而且是最后的决赛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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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